大家好,我是Hey ChannelRider 秋冬季就將痴到了 不過今年就比較熱一點 但現在天氣開始涼了 供涼的天氣就開始出現天氣乾燥 天氣乾燥 大家都會爬爬爬爬爬爬 睡又睡得不太好 而且皮膚很乾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五種保濕小方法 應該可以幫到大家日常心目裏 可以做到基本的保濕 開片 好,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飲水 如果沒有帶水的朋友 最好在這個臨出門口之前 就飲水才出去 飲多少呢? 一杯 兩杯 再喝多杯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個就是基本的保濕方法 方法二 如果家裏有開暖氣睡覺的朋友 就一定要放一碗水在室內環境 因為冷暖氣都會令到皮膚很容易乾燥 所以一定要放一杯水在隔壁 用來保濕用 如果怕堵寫水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用濕毛巾代替碗水 沒那麼容易倒捨 兼可以保濕 方法三合 片糖洗澡 這片糖可以用來煲水 煲完水就用糖水洗澡 不要用鹼液 洗澡後皮膚非常之嫩 特別適合經常扭扭扭的朋友 這個方法是很潤膚的 亦都不用怕黏黏黏 因為我個人就試過了 絕對沒有黏黏黏的感覺 只有潤的 方法四 如果大家覺得用糖水洗澡 洗頭又不方便又沒有起泡的話 習慣用起泡的東西來洗澡 大家就可以試一下一個方法 橄欖油 你用橄欖油半斤 混合一匙匙的鹼液 即是平時用的份量 或者你用多少鹼液 一半就加橄欖油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滋潤的效果 方法五 我覺得最容易最簡單 但最經常忽量的就是 指甲鉗 指甲鉗 指甲鉗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因為我們冬天經常要拔拔拔 流長指甲 其實就會容易 拔完之後令到細菌 或骯髒東西 在指甲中拔到傷口 就會感染 所以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剪指甲 指甲不太長 拔損的情況就減少 大家記得手甲腳甲都要剪 因為我們都很流行 用腳來拔腳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幫到大家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我的影片 以及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